各位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 基督教是否太狭隘 有些人批评基督教太狭隘了 以为只有信仰耶稣基督 才是回归上帝的唯一道路 那么这样讲起来 世界上75%的人不是基督徒 难道他们都信错了吗 我想以下有一些参考的答案 来分享一下 第一 虔诚不等于正确 这世上有许多虔诚的宗教徒 但未必是信对了 一位护士他为病人换氧气筒 他很虔诚的工作 但是病人还是死了 因为是仓库里的工人不小心 把氧气的标签贴到氮气筒上去了 世界确实有不少虔诚的异教徒 但是虔诚与事情的真假无关的 第二 相信也不等于真理 东方人相信吃什么就补什么 所以吃猪肝补血 吃虎边壮阳 都是信者为真 但是真理并非取决于信心 以前人一直相信 第四一个平面 今天我们从外太空 看到地球是圆的 基督教并非建筑在 主观的信心上 而是有客观历史的证据 第三 狭隘不等于错误 你看飞机一定要降落在跑道上 而不是降落在高速公路上 开汽车一定要有加汽油 你不能随便加任何的液体 容忍是一个美德 但是运用在追求真理上 却变成了滑稽 如果所有宗教的教义 都是彼此相冲突的 怎么可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呢 第四 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任何妥协的余地 耶稣他说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 他又说 人看见我就像是看见了父 这一种耶稣非常独断的宣告 完全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教主的教导 他们总是说 找寻一个真理 回归神的办法 但是耶稣却说 我就是神 这是何等的不一样 第五 必须面对的选择 如果耶稣不是神 那只有两个选择 他是骗子 或是疯子 但是耶稣不光是讲真理 他也行善 神迹 正是他所讲的 一个骗子 不可能毫不畏惧地为自己的谎言赔上生命 一个疯子 也不可能教导出流传千苦的金科玉律 耶稣既不是骗子 也不是疯子 那只有一种可能性 他是生的神的儿子 如果人类以其他的方法可以进天堂 那么耶稣的死 就是最大的悲剧 他的复活 也成了最大的骗局 所以问题的癥结 并非基督教是否狭隘 而是在于基督的信仰是否正确 这是每一个怀疑者 自己要去好好去寻求尝试的 因为唯有亲身的体验 才是最好的证明 愿意神祝福你 谢谢